临木种子苗的培育 首先要确保具有活力的种子数量以供育苗 所以必须将采到的种子给予适当的处理和储存 以节省年年采种的费用 和调节千年的种子供应量提高育苗的成效 由于各种临木种子的储存 临木种子的储存方法不尽相同 错误的储存方法将造成种子与金钱的浪费 只有确实了解种子的储存诀窍 才能有效地保存与利用种子 临木种子储存的诀窍在于含水率和温度的控制 所以将采回的新鲜种子取样进行含水率检测 种子的储存性质 依照新鲜种子的含水率多寡 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正雏形 又称为干雏形 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低于20% 即为干雏形种子 第二类为易雏形 又称为湿雏形 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大于36% 即为湿雏形种子 第三类为中间形 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介于20%至36% 之间即为中间形种子 此类型既可以使用干雏方式 也可以使用湿雏方式 本片将呈现如何储存这三类的种子 进而延长种子寿命 一 干雏形种子储存法 在台湾 干雏形的种子包括 真叶树中的松科 山科 和薄科等种子 以及阔叶树中的光蜡树 乌心石 台湾赤阳 蜂香 台湾蓝树 茄冬 黄莲木 硫苏树 木核 大头茶 台湾黄粑 豆科 极大部分鹰属树种的种子 干雏形种子在储存时 含水率必须降至5%左右 一旦完成干燥 种子即可长期保存在摄氏零度以下 储存时采用的器材有 风雪机或电风扇 水或低比重的溶剂 烘箱 储存容器 与冰箱等 风雪机或电风扇 干雏形的种子 如松科 山科 薄科的种子 采收后经常发现 许多空力种子 想要将实力种子 和空力种子分开 可以利用风雪机 将较重的实力种子筛选出来 如果没有风雪机 也可以用电风扇吹种子的方式 将实力种子筛选出来 水或低比重的溶剂 多数阔叶树的种子 可以借由泡水的方式 将沉入水中的实力种子 与浮在水面的空力种子分开 然而 对于某些阔叶树的种子 例如举木与木核 因为它们的实力种子 与空力种子重量接轻 且差异不大 无法利用风雪和水雪的方法 加以筛选 此时 可以考虑采用雾丸 或挤丸等低比重的溶剂 进行筛选 但这些溶剂 因为有毒性 使用时 必须在抽气柜内操作 预测安全 烘香 种子干燥时 采用配有循环式风扇 和排气孔的烘香 并以摄氏30度的温度 进行烘干 以降低种子含水率 当天气干燥时 因为相对湿度较低 一颗采用阴干的方式 降低种子含水率 或使用电风扇为辅助 以加速干燥 储存容器 储存容器 干除型的种子干燥后 应储存在密闭的容器内 如密闭的玻璃罐 塑胶罐等 会有风口不透气的铝箔袋内 以免受潮 冰箱 干除型的种子干燥密封后 可以放入冰箱 以摄氏5度至0下20度的低温储存 操作流程示范 以针叶术松磕 山磕 薄磕 等成熟球果的种子为例 先将球果摊平 使其阴干 待球果开裂后 青桥翻动 使种子脱落 再将种子托斥 以免占用储存空间 托斥后的种子 用风悬法去除空力种子和杂质 所选出的实例种子 以烘香或阴干法 进行降低含水率的干燥程序后 取样进行含水率检测 一旦确认种子含水率已达5% 即可停止干燥程序 将种子置于密闭的容器中 放入摄氏5度至0下20度的冰箱中储存 储存温度 则是储存时间长短 或育苗需要而定 2. 湿除型种子储存法 湿除型种子在台湾相当普遍 包括壳斗壳和大部分张科的种子结实 这类种子不能直接干燥保存 必须经过保湿处理 然后存放于摄氏0度至5度的低温中 水苗是储存这类种子最好的帮手 使用前先将干燥的水苔泡水超过一小时 然后挤压水苔让水流掉 然后挤压水苔再经过泡水挤压 重复两次 并减去水苔内的杂质 泡水挤压后的湿水苔含水率 约在75%到80%之间 之后将干净的湿水苔用剪刀剪碎 或用绞肉机切碎 即可放入附有盖子的塑胶桶内备用 种子储存的容器 则可以使用有封口的塑胶袋 操作流程示范 以可斗科或张科的种子为例 张科果实因为有果肉 需要先将果肉清除干净 以免种子发霉 清理后的种子经过半天的阴干 才能进行储存 由于湿除型的种子 需要空气进行呼吸作用 所以储存时 先将种子与湿水苔 放入有封口的塑胶袋内 使其充分混合 并使种子与湿水苔两者 共同占有袋子的一半空间 以便袋内保有足够的空气 如果装填过满 占据整个封口袋的空间 以至空气太少 将会影响种子品质 袋子封口后 放入摄氏五度的冰箱湿藏 并需注意每个月打开袋口一次 以交换新兴空气 在台湾 除了少数分布在 恒川半岛的热带树种种子 如大叶山栏 象牙树 毛氏 银叶树 椰子等 无法储存在摄氏五度的低温外 大部分本土的湿厨型种子 皆可混合湿介质 层机储存在摄氏五度的低温下 并可依照数种之不同 储存长达两个月至两年不等 三 中间型种子储存法 中间型种子 可以利用上述干雏形 或湿雏形的方法进行储存 在台湾 中间型种子有 虎皮男 张树 香桂 土肉桂 举木 江某 大叶吊章 小芽西木 江子等 如果采用干雏的方法 先要将种子的含水率降至5%至10% 才可以放入摄氏五度的冰箱中冷藏保存 但不可以放在摄氏零下20度中冷冻 以免损及种子活力 如果采用湿除的方法 可以在种子与湿水苔混合之后 储存在摄氏5度的冰箱中 中间型种子的储存时间 通常以湿除法比干除法更能持久 但仍以不超过一年为原则 了解不同种子的储存特性 并使用正确的储存方法 才可以延长种子的寿命 达到种子保存的目的 对于种子含水率测定和储存方法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林业试验所洽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